我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 就是让人充满无限期待 如果我现在 你告诉我有个人在等我 我会觉得很暖心 无论这个人是我父母也好 或者是我心爱的人也好 就觉得等待这个词 就是很浪漫的一个词 就是我等你 或者是我永远在等待你 就还蛮戳人心的 如果以后有一个 很好的契机 很好的一个机遇在等待我 那我希望他来的时候 我能抓得住吧 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 比较像猫吧 比较安静 然后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又比较像狗狗 然后喜欢去 喜欢去照顾每个人的感受 其实一个 一个适合自己的朋友 我觉得跟我跟宠物之间的 那种信任感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物以类聚 人以寻分 这个话是有道理的 当然要跟自己相处模式 舒服的朋友来往 我觉得坚持 真的还挺重要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 一步登天 所有的成果 所有出来的结果 都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所以这个积累 就需要坚持 如果我认定了一件事情 我想做 我就一定要去做 我们再努力地去做 认真 努力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吧 就是我永远都觉得说 我下一次要比这一次更好